我們希望是就像英國的海德公園那樣 就只要有個肥皂箱 人民就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 或者是對於一些不公義事情的評論 說關鍵姐現在進入冬天了 好冷 看每一個人在那邊跳腳 我都覺得手感不感不感 那我們可以改變一個型態 節省這個力氣 然後再去做更多的事情 而不是我們只站在那邊抗議 甚至於我很想當一個像是教練一樣 像第三勢力 如果這些年輕人出來 你已經不是一個 是永遠在衝撞抗議的一個組織 你辦我活動 柯島有什麼樣的想像或期待嗎 吃吃喝喝吧 快快樂樂 因為我們都有這種態度 當然有一點不捨 但是我覺得那樣比較好 大家比較不累 然後把力氣用在別的地方 我們會開兩個課程 一個是紀錄片的 一個是創作 可能是我跟小爺會帶做一些創作結構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可以發展這種一些創意想法 因為當初我們做五六運動 我反合 我次人我反合 那時候就想用創意 可以省錢 可以讓人家看到 我相信有人會哭 很多人會哭 但是我不太會 我會躲開 我會隨便一起吃 我們會吃吃蘋果 我們會看